不要跑到晚了 他们装一个袋 又再另外装两个 一次要用两个袋 要用到快 没有办法 一个月 我又应该是三四百块 现在卖东西的成本其实也不高 买这样一包可能就 要整十块钱 可是如果我买一个环保东西下去 可能我要花十块 但是环保这个问题我们是尽量尽量 2010年 马来西亚制造了将近 一百万吨的塑料垃圾 马来西亚超市 平均一年使用高达 九十亿个塑料袋 大马人民每年平均使用 三百个塑料袋 人们为了生活的方便 过度使用塑料袋 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 是全球人类共同面对的隐忧 2019年7月1号 槟城州政府正式在州内 加强落实周一无塑料袋运动 无塑料袋的星期一 我们从星期一开始 这个时候每个星期一 就是你要用钱也买不到的 现在因为宾州政府的政策 就是所有的商家都要同一时间去响应 这个不算是一个政策 但是它是一个选择 然后所以现在政府的 就是我们其实有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去接触所有的商家 还有我们的顾客 就是假说现在是 教育性的知识 滨州政府早在2009年 已经开始推行周一 无免费塑料袋运动 并在2011年落实 全年无免费塑料袋政策 在政策管辖范围场合内消费的民众 可以缴付两脚钱 以购买塑料袋 政府从这项政策中 共获取了890万令吉 等同于这十年来 已经售出了4,450万个塑料袋 刚开始他们很难接受 因为一向来习惯了 就不需要准备那个环保袋 只要去购买 就是店里就会替他 准备那个包装跟塑料袋 我看这十年来已经建立了 顾客对这个环保医师的加强 我们也是配合政府 也做出了很多对社会的责任 比如提供一些免费的纸箱 至于这个塑料袋 在十年前从零开始 到现在对我们本公司来讲 大概有下降二十多巴仙以内 即便滨州政府在推行环保政策上 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然而要达到绿意滨城的宏愿 仍需要非政府组织 以及民众的配合与响应 我们真的是需要NGO配合 因为组织方面 就是有很多人 involved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 只要一个人一传十十算短 NGO的那个力量就在于 他们可以把对的讯息 传达给unground的人 减速行动需要社会各界人士 做好自己的本分 才有望实现2030年 达到零塑料使用的愿景 大爱新闻彭敬贤 周燕 李佳寅 马来西亚报导 轻松编辑的讯息